番茄开始栽苗了,你看工人栽的多快 我们这个番茄四个棚,工人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点,就今天就全部栽完了 所以无土栽培栽种是非常好栽的,不像土壤栽培那样,需要大雪啊,然后再放棚子,你看这个呢,挖一个,两个手指头,一挖,一个药,一放,一埋土,就OK了,速度非常快 现在是下午的四天多,也是这一天弄温度最高的时候,然后我们再看一下,就是说这时候这个番茄茄它整个的一个生长状况 和土壤栽培这块,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可以看一下,这是早上栽的苗,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它没有出现,就是常规的土壤栽培那样,伟年那种现象,是吧 这样的情况下,就为它缓苗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像在这种高温的时候,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,伟年那种现象呢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呢,因为这个无土栽培它的机制啊,是非常蓬松的 然后透气孔非常大,你浇了定制水以后呢,一部分水分呢,是被这个里面毛细管固定住了 然后满足根系的吸收利用,另外一部分困定大的地方呢,是随着水以后,水直接渗下去了 然后又提供了一个好的一个空气,来补充满足根的呼吸 所以说,在这样的情况下,有充满足的水分,又有好的呼吸,又没有破坏根的,它的那个,就是根的话断裂啊,等现象的一个发生 这样的情况下,就是说,基本上不会出现那种,像正常的栽培苗,在头一两天,中午高温的时候出现围泥 另外一个,也和我们放这个遮阳网,也有一定的关系啊,因为这个遮阳网的话,目的是为了降温 像现在大风的温度,三十,有三十二三度吧,三十二三度,然后外面的温度呢,在三十三四度啊,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如果你不放遮阳网的话,这大风的温度现在应该是会飙到五十多度呢,哈哈